谷月散人他是一个蛮有名的中国的网红 他的立场是偏自由民主派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算是反贼吧 他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中国网红 他应该是在日本生活 那也做优管 他过去对于台湾国内政治 我的印象中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 这个原因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 因为就是从商业的利益上来讲 你不表态就所有人通吃 这些人通常都有台湾观众 这些人可能主要的观众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都有台湾观众 所以说一旦他在台湾蓝白绿之间占派 你无论占哪派 你剩下那些的这个不就丢了吗 对吧 所以说过去中国的就是网红 这个虽然他们是就是基本上大致算是反贼 基本上大致算是反共的 或者至少是反习的 但是他们基本上在台湾国内政治是不表态的 蓝白绿不管就不触及那个议题 但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就跟大家讲过 就是这一次台湾的总统大选 因为就是全世界都很关注 在中国的反贼的网红圈中也很关注 我观察到的现象是大家现在倾向于慢慢的表态 那这个表态 就说我个人认为 如果有基本的逻辑常识的 如果是真心的反共的 到最后都会去支持赖清德 除非你被柯文哲骗了 你被柯文哲骗了的人是有的 但只要你是真心反共的 你不可能不支持赖清德 因为全台湾目前的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里面 只有赖清德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是有骨头的 是有脊梁的 是不下跪的 剩下那些人舔共舔的 就是你已经看不下去了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到了最最后 除非他们能一直不表态 如果他们要表态 他们的表态应该会是倾向于绿营的 倾向于赖清德的 那因为就像我说的 那因为他们是反贼嘛 我没有说粉红哈 那粉红毫无疑问的会去支持柯文哲 会去支持侯友宜 会去支持郭台铭 这个不用说 但是反贼这边 到最后应该是会去支持赖清德的 那但是现在呢 我是慢慢能看到这个迹象出来 譬如说呢 他们虽然还没有说支持赖清德 但譬如说这一位五月三人 他就已经在说 在骂侯友宜了 因为侯友宜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候 那说若当选将延习前总统马英九的路线 不统不独不武 希望台海局势回到国民党执政时 两岸稳定的现状 讲这种屁话 还沿袭马英九的路线 马英九时代是什么样的国际局势 现在是什么国际局势 对吧 习近平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吧 马英九上台之后 到2013年 开始中国开始军机 骚扰台湾 还是马英九 2013年是马英九执政 已经开始军机骚扰台湾了 变化出在哪里 变化出在中国 习近平上台了 你还想沿袭马英九路线 习近平让你吗 所以说这就是五月三人说的这句话 说这祸 他很明显对侯友宜不是很欣赏的态度 如果欣赏侯友宜 应该不至于用浙祸 浙祸这个在中文词中 是一个蛮看不起的一个用词 蛮鄙视的一个用词 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很贬义的一个词 形容一个人的话 说浙祸到今天还没明白 这个三步根本不取决于台湾 想要改变现状的是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说 要维持现状 为什么台湾一直说要维持现状 因为想要破坏现状的是中国 想要维持现状的是美国 是台湾 是日本 是南韩 是菲律宾 是越南 所有这个区域的国家都希望维持现状 只有中国他要打破现状 所以你说什么不统不独不武 那不是你的证件 因为那不由你决定 五月三人他骂了这句话之后呢 下面这个曹雅学女士 我跟大家介绍过他 他也是一位美国籍的中国人 那他到过台湾 做过一个对蓝营人士的观察 他那一次到了台湾之后 对国民党极度的失望 所以他在这里留言说 不是这祸不明白 是国民党烂透了 很精彩一句话 不是这祸不明白 是国民党烂透了 他举的就是当时他在高雄 见到的一位退役的海军上校 然后说我宁愿接受最残暴的 秦始皇的统治 也不让台湾独立 然后就把曹雅学女士给气到了 五月三人他是一个很标杆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的影片的流量非常非常大 他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在中国反贼圈中 他应该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YouTuber 至少他能够说服他的那一部分台湾的观众 重新的来审视国民党 重新的来审视侯友谊 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他的这个评论 那还有一个蛮好笑的是 最近柯文哲不是在骂说 台湾南部人生活很惨吗 这个事情当然让生活在南部的台湾人很生气 生活在台湾南部的外国人 大家当然也很生气 有一个波兰的记者 他是生活在高雄的 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他 因为有的时候台湾媒体会报他说的一些话 我记得最早他被大家注意到 是因为他痛骂这个高雄的交通 他很喜欢高雄的 他长期定居高雄 然后呢他就评价这个柯文哲说 我不赢台湾会完蛋 说南部老百姓这样生活实在太惨了 他评价这个 那这位波兰记者说你知道南台湾的生活很惨吗 我一直都不知道 一直到我今天才知道这事 就是说大吃一惊 南部老百姓生活很惨吗 我一直生活在高雄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 这是一个反讽 意思是说柯文哲胡说八道吗 他一直生活在高雄 他怎么不知道 南部老百姓生活很惨呢 柯文哲举的一个例子 是有一个高雄的年轻人 说35岁月薪4万多 不敢结婚 租的房子一个月5000块 月薪4万多 租房5000块 这个是能够让加拿大年轻人泪流满面的一个数字 就是加拿大年轻人会感动的泪流满面 知道吧 就是加拿大年轻人一般第一份薪水 税后落到手里的不会超过3000块 台湾朋友你们要注意 就是很多蓝美红美 常常跟你们讲说 这个外国薪水涨了多少 外国薪水多高 你们要问一句 税前还是税后 外国税非常高 就是加拿大的税 可以达到30%到50% 你要知道它落到手里的 先去三成 就是基本上你们就是平均下来先去三成 没有问题 剩下七成才落手里 差不多加拿大年轻人入行 第一份工作落到手里 税后一个月不会超过3000块 加拿大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月租金 我就给一个最最便宜的数字 现在也得有一千块 一千块事实上在多伦多 在温哥华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蒙特楼这样的城市 或许你能租到一千块的房子 那也很少 很少 基本上现在都要一千 二一千三 甚至到一千五 我就算一千 加拿大的年轻人 刚出社会 房租是到手工资的三分之一 五千块的房租 四万块的收入 它是我算了一下 是百分之十二点五 百分之十二点五 你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用于租房 这是一个会让加拿大年轻人 泪流满面 感动的泪流满面的一个 租房和收入的百分比 我不知道这惨在哪里 然后这个男生 他结不了婚 恕我直言 柯文哲的粉丝 结不了婚 很正常 柯文哲的粉丝 他要是能找到女朋友 他是要能结得了婚 我就要怀疑台湾女生 脑子里面灌了水了 台湾女生你们真棒 台湾女生你们真了不起 台湾女生你们太聪明了 知道不能嫁科粉 知道不能跟科粉 谈恋爱 会去见柯文哲的男人 他要能找得到女朋友 他要能娶得到老婆 老天没眼呀 他是因为什么娶不了老婆 是因为他月薪四万吗 那不放屁吗 不就是因为他是科粉吗 然后呢 柯文哲在这里面还声称说 台湾有外劳 有八万人没有身份证 我跟你们讲 你们台湾人应该很自豪 你们台湾人自豪 好棒棒 对不对 你们台湾有八万的外劳 没身份证 假如这个数字是真的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台湾是人间天堂 为什么中国人走线走到美国 为什么中国人跑到美国去打黑工 为什么中国人跳鸡跳到美国 为什么南美洲 墨西哥 乌央乌央的人 黑到美国不出来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棒的国家 所以黑到那死都不出来 台湾为什么有八万的没有身份证的移工 因为台湾是地上天堂 这还不简单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宁可黑下来也要留在这儿啊 没有任何保障 没有法律保障 弄个不好就被警察抓了 遣返也要留在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好呗 你见过越南人偷渡去中国的吗 你见过俄罗斯人偷渡去中国的吗 你见过印度人偷渡去中国的吗 因为中国那烂地方 给你钱你都不去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美国那么伟大的国家 他解决不了黑下来的这些 非法移民的问题 为啥 因为美国好 因为美国棒 一句话就解决了 柯文哲还说什么 有什么 透过市场解决 市场解决个屁啊 你市场怎么可能解决 你开放让所有的人都移民进台湾吗 你的社会资源容纳不了呀 但是你就是地上天堂啊 所以大家宁可黑下来也要留在这儿啊 傻貌 鱼工盖房 你说你公司有两个合法外劳 领最低工资 在印尼都有两栋房子 对呀 对呀 为什么你有非法的外劳 因为非法外劳赚的也比他们老家多 因为非法外劳日子也过得比他们老家好 这个很难懂吗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对不对 那就是周边各国盼着跑进台湾吗 对不对 什么时候这个越南菲律宾 老挝柬埔寨 发展的跟台湾一向一样好 那就没有非法外劳了 但那可能吗 可能吗 谢谢 你以为台湾这个地上天堂是随便搞起来的吗 你倒想再造一个台湾哪那么容易呢 对不对 全世界都想再造一个美国 那不造不出来吗 因为造不出来 所以世界各国就往美国跑吗 跑到了之后 没有合法身份 非法也愿意待呀 就这么简单 还能是因为啥 为啥加拿大没有那么多非法移工的问题 你以为加拿大边境多眼吗 不对 因为加拿大没有美国好 谢谢 因为加拿大机会没有美国多 因为加拿大梦没有美国梦漂亮 因为加拿大梦没有美国梦美 知道吧 为什么非法外劳跑到台湾蹲着呀 因为在台湾蹲个五年十年 勤勤恳恳 认真工作 就发大财呀 就赚大钱呢 就回馈家乡父老啊 在家乡盖房子啊 非法的那帮人在美国实现美国梦 去了台湾实现台湾梦 知道吧 为什么不来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没有加拿大梦 谢谢 懂了吧 因为台湾 因为台湾优秀 优秀 知道吧 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 脾气好 温温尔雅 一帮男人跟着屁后天天追 你问为啥 你用问吗 所以台湾非法一宫多 有什么不对 很正常 少才不正常 一个磕粉为什么娶不了老婆 你用问吗 你的脑子里 磕温泽灌的全是水 哪个女人肯要你啊 磕粉们 你们反省一下 你们娶不了老婆 是因为啥 不是因为没钱 不是因为工资低 也不是因为房租高 是因为你们完蛋 人品差 先改进一下人品 就有老婆了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